中心网7月14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日本西部洪水灾区的降雨已经停止 灾区的清理工作全面展开 截至13日 仍有将近80人失联 确定死亡人数也持续上升到至少204人 统计数据显示 遇难者七成是60岁以上居民 报道称 这场在一周前来袭的洪水和土石流灾害对广岛 岗山两地的破坏最大 重灾区道路严重毁坏 物资极度短缺 直至13日 仍有数千人处于孤立状态 日本国土交通局当天发出的报告显示 广岛的土崩灾情 是历来最严重的一次 共有123处 导致90人死亡 由于道路受损交通中断 广岛一度有2万人与外界隔绝 靠山的安云市里有一百栋公寓的两个住宅区 在断水和缺乏物资整整一个星期后 终于在13日收到第一批救援品 岗山县仓库是此次遭遇的 是3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 该地区三分之一的土地化为汪洋 到13日还有20万户断水 媒体当天引述官方统计称 当地溺死的居民有50人 将近八成十年迈老人 很多民众在洪水来袭时都爬上屋顶逃生 但年长者没办法这么做 当地时间7月9日 日本岗山县仓夫马比镇民众 在临时搭建的浮桥上经过 日本社会持续高龄化 长者已成为各种灾害的最大牺牲群体 这场罕见灾难就凸显了这一点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3日宣布 对灾区播出350亿日元救援金 它也只是各县城 腾出7万个公共房屋或空置房 准备让无家可归的灾民居住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称 日本当局此次采取的就业模式 参考了中国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时 采取的对口支援政策 这个模式让当局能在最短时间内从全国各地调动资源到灾区 据该报道 1990年代神户大地震发生时 日本因没有完善的全国协调方法 结果导致救灾工作失缓 两年前 雄本地震发生时 当局即首次采取了对口支援方式 效率甚佳 今年1月 当局正式制定政令 规定在发生重大灾害时 即可在全国启动更有效率的对口支援机制 但是 这次 总务部门在发出红色警报后的第三天 就调动了各县城的支援力量 全面投入广岛等灾区的救援行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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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